大家好,我們是保留了賀秀蘭小學的學生 都知道全球的溫度因為人類活動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正在逐點上升 為了推廣推大生活,我們嘗試從飲食方面入手 製作了這個廚餘粉類肌,叫做智能大胃王 一日常生活中,同學都製造了很多垃圾 而其中的廚餘就是其中一部分 有些同學會把香蕉皮和蘋果身周圍棄掉 但其實它也很有用,可以做維清潔劑和環保酵素等等 如果不妥善處理好些廚餘,時間過了就會發酵,令火勢帶來異味的香荷炸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這部廚餘分類肌,希望收集得到的廚餘可以用得其所,捐備有需要的人 這部智能大胃王是用了加班拼砌而成的 還有我們還用了積木去拼砌分類肌的機身 配合Microbit和App Inventa的技術,將廚餘和非廚餘分類 讓我去示範一下吧,我們利用了圖像識別的技術 拍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廚餘和非廚餘的照片 儲存在Datapace,然後被AI學習 當Microbit收到訊息後 滾軸模型會根據結果去決定傾提方向 從而收集廚餘及非廚餘 當廚餘收集至滿寫的情況下 Microbit就會傳送信息到App Inventa 可以進行回收 在進行測試時,要多些問題 第一,就是在App Inventa測試時 不可以準確地分裂哪些是廚餘還是非廚餘 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利用3D printing打印一個手機架 調節拍攝的角度和距離 我們還設計了一個蓋,控制燈光的穩定照片 第二,如果我們用真實的廚餘去進行測試 會比較髒 所以我們就用了3D printing打印一個色仔 模擬廚餘的樣本 最後,我們希望下一次可以用發作品 例如加持AI鏡頭 令廚餘商可以在Datapace自動運行 簡書同學隨處丟起垃圾 加強他們妥善處理分物的意識 培養他們實踐低探心 多謝大家